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lderman 今天呢我們來繼續玩這一款 叫做黑暗與光明 上一集試玩 你們應該也看過這遊戲到底怎麼玩了吧 那各位呢 也有看到很多各位兄弟們提及說 老頭可不可以回去玩方舟啊 恩...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這款遊戲呢 我覺得不輸方舟捏 只是你們還沒有看到它正精彩的時候 你們就否定說 這款遊戲比方舟還要不好玩 不好看 我告訴你 等到我後面抓到了幻獸或是神獸 啊...戰鬥 戰鬥場面都出現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們絕對會說 老頭 你們哪...你哪時候還要繼續玩 恩...黑暗與光明 好不好 這是因為前面都在試玩 我沒有辦法就是 把這個遊戲 該有的真正內容傳達出來 你知道嗎 傳達給你們 所以說啊 前面都只是開始而已啊 好不好 請各位耐心看看吧 啊... 而且再來就是它最近近期更新了 然後多了很多... 一些就是... 怎麼講...優化啦 我是個人覺得第一次我在玩的時候 呃...遊戲... 遊戲的整個感覺是蠻差的啦 但是呢 這次更新之後呢 我是覺得它還算是... 更新的還蠻快還蠻用心的 哦...多了一些就是... 例如說... 呃...可以調整一些那種... 參數之類的 哦... 反正就是增加了許多... 不錯的一些功能啦 哦...我們血點到200了 我們把這攻擊點高一下好了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個遊戲到底要如何玩啦 反正就是我們都來體驗看看嘛 啊...然後我倍率有調高 所以說我這倍率一調高呢 我能做的東西更多了 哦... 就是... 盡量...盡量就是不要拖泥帶水啦 我把倍率大概調個... 經驗值加成調20倍吧 所以練得很快 馴服值的話... 馴服那些野生生物是調10倍 所以說呢...其實也是很快啦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可以幹嘛 這什麼東西 初級減重符... 欸?! 減重符紋耶... 那來學一下啊 來看一下這到底可以幹嘛啊 需要多少啊 哦... 捏碎這個符紋可以增加攜帶量 我們試試看...把它捏碎 捏... 啊... 欸有嗎?我看一下加多少 欸有耶 變270的耶 好好用哦 好丟哦 而且我現在可以蓋房子了耶 簡陋的門 我們要來蓋一下我們的家 我們還有地基可以做 我們就蓋在這裡好了 好吧...就這麼說定了 我們蓋一個... 溫暖的小家 可以...直接是只能製造6個哦 我想說蓋3乘3 沒關係...先製造再說 好...我們應該是缺木頭 我們先以起家為目... 那個...為目的吧 好...目標啦 目標 好...到時候再去外面稍微探險一下 好...我們現在這個是缺... 這是叫什麼來著的 甘草是不是 還是什麼 欸...甘草它自己會...會製造為什麼 為什麼會一直製造甘草啊 是因為這個...這個... 哦... 哦... 青草腐壞變甘草 我們要獲得更多甘草的話呢 好...我們必須要用火烤 然後這寫什麼 在阿克斯存在的神獸往更遠的方向去探索 然後去與這些神獸戰鬥才證明自己吧 哦...這都是一些提示啦...不理他 好...然後我們現在又升級了 其實升得還蠻快的 好...我覺得我應該要多一點負重 攻擊力也要點一下 它這個...生存屬性跟戰鬥屬性是分開的啊 所以說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果味烤肉 好...這邊還可以做一些烤肉之類的 他們就告訴你需要什麼 果醬加熟肉 好...果醬丟進去 然後呢...再加什麼 再加我們的熟肉 來...果味一下 可以做7個 來來來...都做都做都做 好...然後這是...這個是那個... 草木炭 這樣可以分工合作嗎? 欸...可以耶...可以分工合作耶 很好啊...可以分工合作非常好啊 好...我們可以把它全部都做一做 我們就可以蓋地基了 好... 然後看一下... 拉過來... 我們來蓋一下齁 唉唷...等一下...我前面做什麼東西 不要把我放假捏 死捏 來這邊殺野了是不是 齁... 來... 好...豐富的蛋白質 謝謝 好...多拿一些這些毛皮 應該有作用吧 哇...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東西更多了 不過我們的地基還要再三片 三個地基 然後呢...我們的門 可以做15個喔 我們要再做一個這個門吧 然後再做一個簡陋的... 簡陋的門框 好...那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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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是十二 十二我們至少要24片 至少要二十三...左右 喔...咦...我們可以做木盾耶 好多啊... 等一下再試試看盾牌 我們會先把房子蓋起來好了 復活祭壇 可以用來復活的傳送喔 可是這材料我們不可能有欸 我看一下要什麼 然後下面這個不能顯示是叫什麼東西有點可惜 我看不懂這是什麼 這是灰...灰炭嗎? 啊這白色是什麼東西 鹽巴嗎? 啊不瞭解 算了 沒關係 我們可以來弄個研磨器 我們來看一下研磨器能做什麼 欸這碎碎袋居然是消耗品欸 這碎袋居然是消耗品 放這裡好了 可愛的碎袋 搞不好只能碎一次而已 沒差啦 沒有差啦 還多了些什麼東西 我們剛剛學習到新的技能是吧 魔法嗎? 水晶球 釋放豬網 反正就是... 可以害人就對了 好的我們繼續齁 再來就是我們的... 我們這個撿肉的牆壁還需要多一點啦 不過在之前我們先蓋一下研磨器 哇我們蓋太大了 實在有點大欸說真的 研磨器能幹嘛 喔原來... 硫磺粉是這樣做出來的 蛤 這樣子我們可以蓋復活祭壇了欸 阿這個是用什麼的 等一下這個是怎麼做 透過研磨器 阿這是要什麼材料阿 這個嗎? 不是吧 欸為什麼我多了20硬幣 有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好石頭可以做成這個啦 阿我剛剛都把硫磺全部丟掉了 抱歉 硫磺全部被我丟光了 表示難過 欸這樣可以做復活祭壇欸 太好了 唉繼續做 然後我們這個已經可以拿來吃了 好的 多拿一點 我們現在蓋了多少個牆壁阿 不管了 先弄再說 剛好多做是正確的 哇我有一個溫暖的家 太好了 儲物箱呢 水啦 我們儲物箱要放哪裡呢 放這裡 好小的一個儲物箱喔 我們家這麼大就感覺這麼的簡陋有沒有 表示想哭 好我們可以把這個不必要先丟進去 阿這要怎麼使用阿 看一下阿 欸為什麼會翻滾 我剛剛怎麼滾的 喔原來如此 好了 阿怎麼看地圖 喔 嗨 嗚 喔 不對阿這不是我想要的阿 等等 這也太浪費了吧 又不能帶著走 雖然是很炫沒有錯啦 但是 又不能帶著走 我要在幹什麼 大哥 可以告訴我我要在幹嘛嗎 那帶著走就好啦 欸 多餘的欸 說真的這還蠻多餘的 我個人認為 肚子有點餓吃一下 我們的負重300其實我覺得還蠻夠的阿 剩下來點一下耐力好了 然後這個血量呢 提升到250好了 看一下要什麼是幹嘛的 製作冰塊阿 了解 他到外面可以越學越多阿 我們來蓋一下我們的復活祭壇吧 阿不行他骨頭骨頭要殺生物還有這個皮 這個是可以做 好我們來做一下好了 來生存一下 來多做一點這個阿 這是幹嘛的 喔提神喔 了解 我們去殺一些野生動物吧 來來來殺一些野生動物 就是你了 你看起來很好欺負 阿不是很強 欸 跑勒 我靠跑太快了吧 算了放棄了 我們還是殺這個小隻的好了 砍死你 跑勒 哇 重擊 什麼聲音 不要嚇我欸 不要把他害怕捏 我怕怕捏 來吧 跑勒 重擊 打不到 我靠有狼 有狼 有狼 有狼狼 OMG 不要 我靠好恐怖喔 這土狼哥嗎 唉唷呀 唉唷 野生的 野生的辣狗 去死 喔靠 他咬我還好阿 說真的 我還拿到圖鑑 骨頭給我謝謝 來給我一點骨頭 唉唷 可是他這樣子 殺掉他 我學習得到好多東西喔 學了很多耶 還多了一些烹刃 像這個 這什麼東西 提神效果 我們還沒做盾牌 我們可以晚一點做 做這個幹嘛 我們可以做衣服了 這個是消耗 這個還可以 我們先做一下我們的衣服 我們終於不落了 喔 有服裝了 可是看起來還是很醜 好不好 抱歉了 我的人物就是這樣子 一直有人都覺得 我的人物很醜 沒辦法 只能這樣子 改變不了什麼 他就只能是 只能是這個樣子 下雨了耶 我們這樣打 應該就跑掉 就不會跑掉了吧 有有有 抓到了 多一個生存 喔 有了床了 有了熔爐了 也太快了吧 我才剛好蓋個家而已 就要給我熔爐 欸變身魔法耶 可以怎麼變 楊樹魔杖 多了變身魔法了 這樣子我要如何吸收呢 太多東西要我吸收了吧 床 更加更加的結實 句點中常備 等一下這個一定要學 我們可以學一點火球術 製造一下好了 他應該是數量的 欸不是耶他是裝備的 喔我們有火球魔法囉 告訴你我可是兇慘的 來來來來 我們找一隻怪炸一下 欸30滴 30滴 炸一下龜西 是不是 要東西多方便啊 欸不會炸到自己喔 那也還好 砍爆你 可以用來復活和傳送喔 喔 不只是可以復活 還是擅長傳送的好夥伴呢 我們就把它傳到我們 把它蓋到我們家外面好了 就在這裡 不行 一定要放在裡面是吧 好的 喔耶 啊為什麼卡了 不要嚇我耶 按1快速傳送但是會掉落物品 所以說不能把東西帶來這邊 就跟方舟一樣嘛 這邊很多個點 那 我現在是在這個地方 啊這個點好像是不能傳的樣子 他沒有說可以傳送 除非我另外的地方也有蓋 所以說呢出門呢 必備一個其實是蠻不錯的 但是呢 不會帶走你身上的裝備 有點討厭 啊那邊有一隻狼 有嗎 中了中了 衝過來了衝過來了 來呀來呀土狼來呀 None 兩發要你解決 好 我們盾牌做了 我們盾牌怎麼用 我放在副手 啊要怎麼使用盾牌 右鍵嗎 喔有耶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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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如果是拿長劍呢 就不能使用重擊了 欸真的耶 拿長劍 拿長劍的話 你的右鍵會變成舉盾 其實也好啊 因為 需要一點 需要一點 防禦嘛對不對 沒有防禦的話 一直一直赤裸裸的 一面的敵人也是不行的啊 好的 我們繼續點一下我們的 耐力好了 耐力點高一點 可以撐比較久 法力值我覺得應該是不需要了 點點攻擊力 那還有什麼可以學 這是 這是兩爽數碼 褲子 我們擦 我們擦毛毛皮 好 沒有毛皮 等一下再說 先拿法杖 欸法杖是雙手喔 所以要不能 他不能帶盾耶 好可惜喔 還是說可以啊 不行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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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沒有學到弓箭喔 可能之後可以學 炸消失了 來來來來來 我覺得這棵樹很可疑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棵樹 該不會是敵人吧 這麼大一個 哈囉 欸不是欸 抱歉我的錯 錯覺 其實這個遊戲真的是有這麼大的敵人存在喔 沒有人可以開玩笑喔 這是神話故事喔 裡面什麼都有 欸那是野豬 來來來來 你一定會有更多豐富的 啊沒炸到 一定有更多豐富的毛皮 我要接收了 接收你 我靠 等一下一次炸兩隻嗎 Oh my God Oh my Oh my 68級 唉 唉 有話我說 橘盾 喔 噎勒 喔好硬好硬 哇 我把他打死了 嚇死我的毛了 快捏 靠 你只有皮而已 你沒有毛啊 好吧 不過我還生蠻快的就是了 唉呦唉呦 兩方打起來囉 難得一見的珍貴畫面喔 喔 他把他咬掉 把 麻雀在後 哎呀 我的刀壞啦 看我的 我不能死 砍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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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痛喔 我說真的 欸 你好硬 你好硬 72級 72級 喔 好險 解決了 欸 啊 不給毛是怎樣 好吧 這些都不想給毛 欸 還有餐桌欸 你怎麼復活了 剛剛那屍體去哪裡了 找到找到 好多毛皮喔 好多皮沒有毛 那邊有一隻 我們不要打擾他 真的 吃點東西會補血啊 不會 不會補血 欸 會會會 吃東西會補血 欸 我想睡覺了欸 所以說我先回去睡一個覺好了 他那個有顯示 想睡覺的大腦 下面那個大腦就是我們的理智 如果我們理智過低的話 可能會像東staff一樣 有沒有 整個就是虛脫 欸 這可不可以修啊 我們武器壞掉可不可以修 看一下 他武器壞掉 修的方法是什麼 修復 我們要木頭跟石頭 來 這個沒有 靠北啊 可以修了嗎 再敲一下拿石頭好了 可以修可以修 哇 晚上了 沒關係 先把這解決掉 不是我要的啊 欸 毛皮勒 來 點火齁 讓自己很 讓自己溫暖一點 看我們家了 十八 毛皮 有有有有毛有毛 三片 太小氣了 我們差兩片啊 快點 我們把這個床做完了 我們就在睡覺啊 現做現現睡有沒有 快點快點快 那邊一隻 水啦 噴咧 耶 有嗎 有嗎 有了 終於 也太難取得了吧 所以床在哪裡 欸 欸 在這裡 太好了 那睡袋就不用啦 說真的 睡袋不需要了 好 我們來睡睡看齁 看看睡睡一覺起來會變什麼樣子 會不會時間加速呢 這我就不得知了 好 我們拿這麼多 全部都把它做一做啦 好 先吃飽再說 好 口渴了 口渴吃果實有沒有解啊 欸 花也可以吃耶 欸 會耶 會加一點水分耶 好的 我們來弄一下床 耶 去睡覺 喔 睡啊 睡啊 喔 有補耶 那個腦袋裡 製有補 補滿了補滿了 可是怎麼感覺外面還是 外面還是晚上啊 哈哈 這個只需要睡個30秒左右 體力就恢復了是吧 好吧 實在也太敷衍了吧 怎麼可以這麼的敷衍呢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什麼 我們來做點這個見識好了 算了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 這個這一集就先玩到這裡為止 個人覺得其實還蠻有 還蠻有看頭的啦 真的 我覺得你們不要太輕易的 輕易的就是覺得這款遊戲呢 不好玩 因為他還在開發階段 就跟當初的方舟是一樣的意思 當初的方舟也是負貧不斷 進而就是 開始越來越好到現在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黑暗與光明再見了 掰掰 objetivo 就把握珠奇 再加一遍 中文 包括 下方留言 下方留言 最中文 下方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